為何你不睡覺 不斷騷擾當事人 那我就打算去韓國玩 欺騙男朋友說我跟朋友去 但其實我偷偷地是買了他的機票 你也想找 你也想找我 你也想找我 兩個當然是 沒有 你先看看這個什麼情況 早安 今天真的超級多事情做 因為首先我要先去做眼睫毛 因為我明天就飛了 然後做完眼睫毛 就要去尖沙咀的店裡看一看 因為我進了一些新的貨 我又要放一放那個Display 還有我真的做完這麼久 我還沒空回去 我終於可以回去看看他做完最後的樣子 就是HERORA的店 HERORA如果有follow我的IG 應該知道是我賣鑽石的一個新業務 主要是用批發價去賣這些GIA認證的鑽石 其他寶石款 例如藍寶石、紅寶石等等 待會在店的時候就可以讓大家看看 我現在可能輕輕化一個底妝 然後先去做眼睫毛 第一站的任務 就是要把這個風扇搬回店 因為這個是GIFE AWAY的獎品 那我現在出眉頭了 然後就回到店裡拍一拍東西 順便攜時間做一陣子 因為去韓國一定會吃很多很多東西 好像也沒給大家看過 我這間店 這個就是月亮的燈 然後就放袋在這裡 沒錯 今天就照一照脂肪 這個是殺肢機 然後可以大範圍地大面積 把你的脂肪細胞減薄 因為我那個大腿外側是超厚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腳又短 然後水中又嚴重 做完這個 它可以把脂肪細胞加熱了它 然後就可以促進它凋亡分解 那它就會如果脂肪細胞就細粒了 有些細粒一點就可能爆破了 那你要透過新陳代謝這樣 就排走它 所以一定要多喝點水 超緊臭 今天我要買這個 它是 這個真的是旅行必備 你拍完照片可以馬上過到手機裡 但是要買iPhone的頭 還有SD卡 買了啦 現在馬上回去 我的LCX店裡 去看一下這間店 還有做一點點東西 對不到焦 然後我就回家收錢了 因為我男朋友現在正在工作 所以短暫不在家 但他現在做完就要回家 我要在他回家之前 將他的衣服 神不知鬼不覺 混進去我的行李箱裡 然後就 總之假裝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好啦好啦 我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快點做事先 再見 左手邊直入入都去牛角附近 就是我家店的了 哇 白色色的就是 我的店了 這裡還有一點點 所以我現在就要拍攝 我現在就要去加拿大那裡工作 跟一些旅遊發展局的合作 但是飛機之前也還有幾天在香港 我現在就要去加拿大那裡工作 那我就打算去韓國玩 騙男朋友 說我跟朋友去 但其實我偷偷地是買了他的機票 我就打算去到機場check-in的時候 才拿了他的護照 就是因為本來加拿大是跟他一起去工作 已經拿到他的護照 在手了 關於他工作上的安排 我已經安排好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我覺得其實做我男朋友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要處理很多工作上 或者是社交媒體上的東西 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情緒就會給最親的人看 多數都是跟男朋友說的多 我跟他差不多三年在一起 那他是看著我創業 第一間店開始 我跟他的性格其實有點水火不容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一粒一粒 挺合的 那我就打算給他這個小surprise 那我稍後就會偷偷地幫他執行李 其實他會送我機的 那我就拿兩本護照出來check-in 我希望他開心 多過 我還沒準備好 香港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做 最多他就不要飛 我自己一個跟朋友飛都很開心 跟大家直擊一下我現在的行李的容量 幸好我帶了兩個行李去 所以這雙衣服應該可以平均分兩個行李 不然我要帶這麼多衣服去拍照 我去一個月了 我去韓國買完也不知道夠不夠遺失 這次真的要再篩選一下 有些太類近的顏色也是不要帶 帶不同的顏色 拍了出來的照片會有不同的感覺 這全都是他的衣服 但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神經病 根本他每天換衣服 但是他看我沒有換衣服 一樣 剛剛真的笑得神經病 因為他回家後 他打算洗澡 其實我只留了一千零一條底褲給他 然後他說 為什麼這些底褲 我一直都不見了 因為我拿了 真的很好笑 我看了什麼突發的事情 再跟大家更新 真的話口未完 他無緣無故要找一件他明天很想穿 但是被我收了進行李的冬天衣 他經常阻礙我 我要拍下他 為什麼你不睡覺 在這裡阻礙我 你其實五點半就要送我機 為什麼你可以 不斷騷擾當事人 我想問問你 他開始懷疑我不小心拿了他的衣服 進我的行李 所以他在辦事我的衣服 但其實就是看看我有沒有拿錯他的衣服 整理一下已經到凌晨三點 我終於說服了他去睡覺 我又是時候要做老鼠 到處偷他的東西進我的行李 因為太早拿真的會被人發現 例如他的工作電話 他的眼鏡 他的電腦 以及他最喜歡的法例 我求他不要再找東西了 我希望他明天送我機前 不會想先遮掃頭 我先去看看 哇 超級大 其實已經很夠了 然後你還可以 如果有兩個複雜的話 可以四個人一起睡 小心啊 過了幾個小時我要去打針 我現在真的很害怕 我現在想說髒話 喂 撐你不要插我們 你覺得我們要嗎 不覺得 我們很慘 你真的很堅持不讓我們進去 怎麼打到另一個位置 我看著你吃飯 這樣跟情侶打卡或者朋友打卡 大部分 出場 東北